He's looking high high I don't know how I ever got out of boys on fly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嗨我是翠莉 由佩寶也在期待這個月資深堂集團直營的美妝購物網站Smoda 所推出的超優惠SnakeBuff美妝盒開箱嗎 那今天呢我挑了兩個組合要來開箱分享給你們 然後呢跟你們宣導一下他們的妝食衣 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周邊商品 這次呢再度新手Lulumi的聯名款 11月請結帳買1111就會加贈Lulumi的自動晴雨傘 11月12到29期間內購買指定的1111特惠組合兩組 再送Lulumi居家系列小夜燈 好啦工廠時間結束 我現在呢馬上就來開箱我挑選的兩款SnakeBuff美妝盒 今天這款妝容就是用他們所完成的 而且你會發現我兩邊的眼妝 其實仔細看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因為我直接示範了兩款眼妝的畫法 馬上開始囉 第一個組合呢是我很喜歡的開架彩妝品牌 星空明基組原價1620優惠價1111 在這個組合裡面呢我相信大家最期待的 絕對就是這款粉底液加贈了專櫃級的粉底刷 這個限定的組合 建議售價是380元 那我們先來看這款粉底液 迷人光彩粉底精華 防曬系數是SPF30PA兩個加 這款粉底液最特別的是有添加高保濕的美容液 跟嚴選的礦物成分 所以剛塗抹的時候呢你會覺得 喔這零超水潤像乳液一樣 但是過一下子它會變成微霧妝感 那它贈送的底妝刷呢相當有誠意 非常柔軟細緻的刷毛 然後還有斜面零死角的刷頭 在我上妝的頭時幾乎是完全沒有粉痕 而且妝感很服貼細緻 那我直接用它上妝半臉囉 好現在看我上妝完半臉 眼周暗沉被修飾了 鼻翼兩側的毛孔 然後還有嘴角這邊的痘疤膚色不均 都修飾得很好 好再看一次素顏 上完妝 有瞬間變美的感覺 那這個色號呢它是白皙色 雖然肉眼看會覺得 改變膚色蠻多的 但其實跟我本身的脖子顏色是相近的 所以你還是會覺得這款底妝是自然 不會覺得說好像有過於死白之類的 而且它是透亮的 再近看其實是看得到質跟斑點的 它雖然有修飾效果 但它不會讓整體的妝感變得很厚重 好兩邊臉都完妝之後 有沒有感覺這款底妝它非常的服貼 就像是真的是尾素顏那樣 但是又有一點點自然的光澤感 更重要的是它現在變成是這種微霧的感覺 附流指紋 我覺得它的這個妝感是漂亮的 而且我自己是混合偏乾肌 肌膚偏乾但是使用它之後 雙頰感覺是水潤的並不會太乾燥 所以這款粉底液我覺得它還蠻值得購入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二個品項 色鬼透亮無瑕美肌蜜粉底 420元 它是礦物粉末的鬆粉型粉底 還有雙重毛孔修飾光粉末 跟嚴選保水離子礦物成分 可以校正膚色然後修飾毛孔的狀況 而且不會讓肌膚變得很乾 基本上我只要用它使用在T字部位 容易出油的地方 我覺得這樣子妝感就可以很持久了 好看我定妝完半臉 應該很明顯可以感受到 它是有修飾跟提亮效果的 而且對於一些毛孔的細緻度 我覺得變得更好了 整個膚質是更像水煮蛋的那種感覺 那一般在使用蜜粉定妝的時候 最怕的是蜜粉會太乾 造成你的妝容會有卡粉 或者是你重複堆疊的時候 妝會變得斑駁很髒 可是這一款它不會 那當然定妝是可以讓你的妝容 變得更加的持久 但它的粉很細 甚至連眼周都可以做使用 讓眼妝也比較不容易暈染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個品項囉 接下來我們直接看 新手超適合的眼影霜 Interplay夜味棉星空眼影霜限定版 B1281跟BR382 這個眼影霜我之前有拍片介紹過了 那它是一個新型態的水感眼影 裡面有添加月見草油 橄欖油跟腳砂碗 可以讓它整個質地變得更加的服貼 而且又很好延展 輕輕一抹就很均勻 顯色也很自然 那它單獨使用一顆的話 其實這兩個顏色 我覺得都可以營造出 自然的眼窩的深邃感 但堆疊使用的話 也可以營造出 就是有漸層感的一款眼妝 我這邊剛塗了B1281 輕輕塗抹一層之後 可以發現它閃耀著光澤感 然後比起沒有塗眼影的話 你會發現雙眼皮皺褶變得比較深一點點 然後這個細緻的珠光 會讓人家覺得 好像眼妝變得比較精緻了 所以這一顆單塗我覺得非常適合 上班族或者是上學 偷偷畫一點妝 看起來就變美了 那我另外一邊呢 先單獨使用BR382 可以比較一下 就是更加深邃的棕色 那我現在稍微用它們 搭配筆刷來完成眼妝 可以找一支眼線刷 或者是細緻的眼影刷 沾取B1281 我要把它描繪在臥蠶的地方 接著再沾深棕色 BR382 用它來貼緊睫毛根部畫眼線 還有下眼尾的L處 超簡單雙色堆疊的眼影就完成了 而且整個眼妝看起來超乾淨的 那這一邊的話呢 我就直接單獨只使用深色 繼續描繪在我的下眼尾的地方 讓它變得比較有個性 那我先快速完成眉毛 這邊是單色完成的眼影 然後這邊呢是雙色 好那簡單的示範了兩款囉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品項 因為它跟一般的護唇膏其實是不一樣的 它有防曬系數 SPF18 PA兩個加 對於一般日常外出使用的話是足夠的 可以去預防你的唇周暗唇 然後呢它也是一個很好的妝前打底 相當的滋潤 裡面呢有添加玻尿酸還有多種的一個保濕的成分 除了塗抹之後呢相當的水潤之外呢 它有粉嫩的櫻花色調 可以讓你的唇周 當一個很好的妝前打底 讓後續的唇彩也能夠更顯色 更服貼持久 好那基本上 INTEGRATE這一盒已經開箱完了 它所呈現出來的妝感 我覺得是很適合日常妝 上班上學啊 都可以三分鐘或者是五分鐘 快速出門的一組產品 好那接下來呢 因為這一組產品沒有唇彩 很多人應該都是唇彩扣 所以我另外挑了一個是 Ayura的微光暈閉唇入足 原價2310 特惠價值要1760 那Ayura的話 因為本身是專櫃品牌 所以價格就沒有這麼的親民一點點 但是他們家的保養品跟香氛系列 都廣售好評 可以去上網搜尋看看 那這一個組合呢 裡面就是有兩支唇彩 還有眼唇解除液 我覺得對於如果你想要有戀愛般的感覺的 都會女子的話 或許是一個 你可以試試看的選擇 然後又或者是 你本身就很喜歡他們家的產品 那你對這一個組合 可能就會比較感興趣囉 那我就直接試色給你們看 那我覺得剛剛的這個唇 因為太滋潤了 會影響到這個唇蜜的一個 顯色跟滋潤效果 所以稍微先把它卸掉 從乾燥的素唇 來做示範 這樣會比較準一點點 來拍點蜜粉 好我們先來看PK01牛奶粉色 它是柔軟的長毛絨刷頭 而且有彈性 很輕鬆就可以描繪嘴角 畫出漂亮的唇線 那看我輕輕的描繪一層之後 整個雙唇超級水潤跟豐盈齁 感覺就是有3D立體翹唇的效果了 而且它完全沒有唇紋補 一整個像是果凍一樣的雙唇 這顏色好美齁 你看整個妝容的重點 不知不覺就會放在唇上面了 然後這顏色真的 嗯 很有戀愛的感覺 好啦 捨不得卸掉換另外一個顏色 多看一下 雖然它對唇周暗沉的遮蓋力 沒有百分之百 可是你也不會覺得這個唇周暗沉是 不好看 髒髒的 反而會形成一種立體度的感覺 那我直接用這個眼唇卸除液 來卸除我的唇彩 換另外一個顏色給你們看 它是透明的 沒有添加香料跟色素 使用前還是要搖一搖 因為它也是有油水分離層 那Iura家的產品 很多都是敏弱肌可以使用的 這一款卸唇產品呢 它也是主打就是很溫和不上肌膚 輕輕一擦就把唇彩卸掉了 那我一樣再拍點蜜粉 然後是另外一個顏色 B102相當美的一款土色裸唇 它呢很適合今年就是流行吃土色唇彩 但是你又不想要 失去你原本的甜美跟優雅感 這一款的唇色就非常的適合 我直接把它上在唇上 水光唇的效果真的好美喔 而且你看 它這麼的滋潤跟水量對不對 但是我個人並不會覺得有任何的黏膩感 它算是一種你覺得雙唇被水膜包住的感覺 就是有形成一個膜 然後是水水的 不是那種很黏的感受 所以這個我覺得真的是包塗一層 就有這種立體豐盈的感覺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次由資深堂集團之音的美妝購物網站 Smoda所贊助的兩盒美妝盒的一個開箱跟試用分享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歡慶雙十一的活動 別忘了去參加囉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Lulumi的話 他們有限定款的一個聯名商品 你可以去看看囉 想要了解更詳細的商品資訊 記得打開影片連結的地方 點進去看就對了 那當然也有其他更多的優惠組合 你也可以去參考看看囉 好 那就這樣子囉 我們下期見 掰 喜歡影片可以幫我按個讚 我就很高興囉 掰掰 ヾ ビー Sonra po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